在花莲常有机会听到花莲吉安还有日本人留下的稻种 吉野一号是天皇米这样的传说 为了解开谜团 花莲农改厂委托历史学者考证吉野一号的身世 有了惊喜的发现 并出版专书吉野一号 结合建厂83周年庆活动 办理新书发表 对外发布喜讯 在花莲经常有机会听到花莲吉安还有种日本人留下的稻种 以及吉野一号是天皇米这样的传说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 花莲农改厂委托了历史学家考证吉野一号的身世 有了惊喜发现 也出版了专书吉野一号米 结合建厂83周年庆 举办新书发表会对外宣布喜讯 我们发现到我们厂跟吉野一号真的关系密切 也可以说 百年以来我们的厂始终存在 不管是做保种 不管做醋胖跟繁殖 都拜你重要的推手 在这个结案从来没有听人家讲过 那到底这块田区在哪里 那我们只知道它叫做吉野950跟吉野951 那我们也要翻 翻箱打盒去找 因为现在都更名了 没有吉野了 所以我们就循庆这种 我要谢谢固政事务所跟地政事务所两个单位的协助 所以我把日记时代的资料全部都翻箱出来 包括范老师也到国使馆啊 各个单位都去找 找出来以后我们才发现 原来根米后叫做庆丰1597到庆丰1599 这不就是我们家吗 所以我刚才讲说 这个之后就在我们的田区里面 我田区在这里面有12点多公寺 所以花莲区农改厂在吉野一号的保种 存化繁殖里面始终百年存在 吉野一号迷书是花莲农改厂委托台湾农业历史学家范亚军 进行吉野一号史料及老道片的收集和考证 深度访谈地方勤劳及参与人员 才把史料档案和田野调查成果转化成为这本书 引导读者认识它的历史文化价值 探究作物保种和复兴的人文底蕴内涵 花莲农改厂表示 吉野一号是台湾最早发展成功种植的梗形品种之一 也只有这个品种能够历经百年 到现在还有农民在田里头实际耕种 也有商品化产品伴售让消费者可以买得到 实属难能可贵 花莲农改厂强调 未来会秉持初衷 吸手农友农会和各界共同努力 让吉野一号长长久久传承 也会持续不断创新精进各项农业试验研究 突破产业发展瓶颈 增进农民的收益 谢队会前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